欢迎收看普通话新闻 我是初子洋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事件局开展土瓜湾 码头围到洛杉岛重建项目 再有大熊猫在美国动物园亮相 中方希望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各位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指责别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同时 自己却掩盖纵容兴奋剂违规 甚至有一名严重违规的选手 从未被竞赛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要求 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违规操作 开展独立调查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近日发声明回应有关报道 指出尽管规则定名 允许提供切实协助的运动员 减少竞赛时间 但这并不等于违规运动员 只要承诺提供其他选手违规证据 便能免受处罚 据其了解 至少有三宗严重兴奋剂违规事件 因运动员做现任 而没有受到竞赛处罚 其中一名运动员承认 使用内骨醇和醋红素 但仍被允许参赛直到退役 其成绩从未被取消 奖金也并未被收回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 2021年才发现和制止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有关做法 又批评对方拿着反兴奋剂规则挑字眼 指责别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同时 自己却掩盖纵容兴奋剂违规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也发声明表示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做法 严重损害了体育运动的公平竞争 和干净运动员的权益 显示其反兴奋剂工作 严重缺乏透明度 呼吁对其违规操作 开展独立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戴客会报道 至于在本港方面事件局公布 土瓜湾 码头围到洛杉岛重建项目 估计有180个住户 及20个地铺商户受影响 项目是码头围到324至354号 一列三至九层高的住宅 楼林55年或以上 事件局人员进行冻结人口调查 贴出告示通知住户 局方会到访视察 地盘面积22800多平方尺 估计大约有180个住户 以及20间地铺受到影响 重建之后将会提供 127000多平方尺的住宅楼面 大约230个单位 平均面积500多平方尺 另外有25000多平方尺的商业楼面 预计203334年度落成 项目匹连事件局的另一个计划 靠背拢到浙江街的 公务员合作社重建项目 事件局说两个项目会整体规划 有地下街购物街连接港铁土关湾站 以及东面的街市和休憩用地 临近乐民新村的居民也能受惠 有居民说市况改变 收购价大不如前 仍然希望尽快搬走 以前开到千几万的 最高的那时 私人收购那时 后来因为达成不了强泊的门栏 所以就告吹了 年多之前都说有私人发箱商来就收 但只剩下几百万了 希望我们尽快收了 因为这些楼太旧了 内外维修是很多钱的 他说项目的收购成本会略多于10亿元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十万鼠统计湾仔区蜀患 全港最严重 有政党指 区内私家项最多老鼠 建议利用科技协助灭鼠 政府近年加强打击鼠患 不过部分地区情况仍未见大改善 针对十环鼠最新数字 鼠患最多的湾仔区 民进联过去一个月 以问卷访问了831名区内商贩及居民 七成指在区内见过老鼠 首三的黑点分别是鹅井街市 湾仔日善街及天后永新街 民进联指全部都属于私家项 很多街坊都表示 其实在一些公共的地方 食环柱的清洁力度是足够的 但是因为私家街的问题 就超出了柱方 他平时日常的运作工作的范围 就任由那个位置堆积垃圾 其实这个位置的问题我们有和食环去沟通 而食环柱其实都有帮忙的 每一次都有清理 但是每一次我们再巡的时候 垃圾都是不同了样的 其实是不断有人在这些地方 弃置一些垃圾去造成这些鼠患的问题 他们建议应用大数据协助灭属 民建联提出安装超声波驱属器 也与鼠方沟通将部分取盖洞口改小 拦截老鼠进出 无线电视记者黄颖玲报道 中学文凭市明年加考试费 约4%较今年加付高 语文科及其他科目考试费 分别加29元及19元 要报考6科 也就是两科语文及四个其他科目 明年考试费需3490元 较今年多134元 至于自修生的报名费用 也加价4%达572元 如果在内地考场考试 报名费就要2059元 考评局指加费已考虑不同因素 包括财政状况 公开式运营成本 考生人数 家长负担能力等 经济上有需要的考生可申请减免 经委会控告地产代理美联集团 合谋定价违反竞争条例 美联提出司法复合 入禀壮指 经委会拒绝美联申请宽贷 但同中原集团达成宽贷协议 认为违反政策或不合理行事 经委会一方在高等法院陈词 解释宽贷政策是一个实用工具 加强调查执法效率 要考虑何方申请人能提供最真实准确的资料协助 指控其他合谋人士 而不只是理论上会协助的人 本案中经委会考虑到 美联未能展示其能力 6月抵达加州的两只大熊猫 云川和星宝与公众见面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希望 大熊猫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4岁多的熊姓大熊猫云川和3岁多的 雌姓大熊猫星宝是中国相隔21年 在送到美国的大熊猫 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 加州圣迭哥动物园星期四 举行大熊猫馆的开馆仪式 两只大熊猫同日开始跟公众见面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旨 中美庆祝建交45周年之际 两只大熊猫的到来 发出明确和重要的信息 形容中美友谊的大门一旦打开 便不会关上 加州州长纽森也宣布将这一天定为加州熊猫日 他表示加州与中国有着坚实的伙伴关系基础 和深厚的文化经济联系 他也鼓励加州民众到圣迭哥动物园看大熊猫 圣迭哥动物园是美国第一个跟中国建立大熊猫合作保育项目的动物园 原方为迎接这对大熊猫到来将原先的熊猫拐面积扩大四倍 并仿照中国地质构造 在园中建造跟大熊猫栖息地相近的山脉 峡谷和悬崖 圣迭哥动物园过往先后照顾六只大熊猫 上两只在2019年送回中国 无线电视记者沿引报道 西班牙有环保组织破坏阿根廷求往美斯的豪宅 在西班牙度假小岛 伊维萨有环保人士用红漆和黑漆 喷在美斯豪宅的墙上 有人手持拯救地球 吃掉富人废除警察的标局 环保组织未来蔬菜纸 想针对这栋豪宅 去凸显富人在气候变化危机的责任 阿根廷总统米莱谴责事件 又同情美斯及其家人的遭遇 要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保障当地公民的安全 最后再来看一下天气 预测初时天晴 晚间渐转多云 明天有几阵晝雨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最低约28度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 市区最高约33度 新界再高一两度 吹和缓西南风 目前最新温度是33度 相对湿度65% 酷热天气紧高限制生效 空气直速健康风险 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 路边监测站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5 强度属于中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